美国官员4月25日证实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国防部长奥斯丁已于24日访问基辅,并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。 美方在此行中宣布在额外军援乌克兰及中东欧等16国约7.13亿美元,其中3.22亿美元将提供乌克兰, 另外近4亿美元提供其余15国。 美国官员表示,这将为乌克兰所需的军力提供支持,特别是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战斗。 这次支持也将协助乌克兰武装部队转换成更先进的武器及防空系统,他还特别提到的是北约的系统。 连续两三天的气候核暖推胜了芝加哥枪击事件,芝加哥警局数据显示, 从4月22日傍晚60到24日午夜11时59分,至少有41人遭到枪击,年龄从16到65岁不等,其中7人死亡,另有一人重伤。 这也是今年以来最严重的周末枪击伤亡记录。 今年到4月17日为止,芝加哥市已经有622件枪击案,还有157件谋杀案。 与去年同期相比,枪击案增加了15%,凶杀案减少了10%。 推特4月25日宣布,该公司董事会已接受特斯拉CEO埃隆·马斯克收购这家社交媒体公司,并将其私有化的提议。 马斯克将以每股54.20美元的现金价格收购推特,他当时称之为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报价。 该交易预计将于2022年完成,交易完成后,推特将成为一家私人控股公司。 推特股价在消息公布前停牌,停牌前涨5.52%,报51.63美元。 Facebook母公司Meta4月25日宣布,其第一家元宇宙实体店将于下月开业,消费者可以在那里试用和购买虚拟现实VR头显和其他设备。 该元宇宙零售店位于加州Burlingame,占地1550平方英尺,将于5月9日开业。 届时,零售店内会展示其Quest 2 VR头显,视频通话设备Portal,以及雷鹏增强现实AR眼镜。 Meta表示,这些产品还可以通过Meta.com在线购买。 4月25日凌晨,法国内政部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统计结果。 马克龙获得58.54%的有效选票,获得连任。 即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纳勒庞获得41.46%的有效选票,再次陪跑。 然而当晚,巴黎街头就发生抗议。 法国巴黎,马赛,里昂等多地街头爆发示威活动,有激进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,他们向警方投掷物品,而警方则使用催泪弹回应。 俄罗斯国防部4月25日宣布,将在乌克兰马利波的亚素钢铁厂周边停火。 俄军自莫斯科时间25日14时起,单方面停止一切战斗,把部队后撤保持安全距离,并确保平民能撤离。 不过,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驳斥说,无妨为和俄国就此达成协议。 根据俄国防部说,这项资讯将透过无线电频道,每30分钟对亚素钢铁厂工业区内的民众广播一次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下令俄军停止进攻钢铁厂,采取严密封锁, 判减少俄军强攻场内地下攻势,造成不必要伤亡,让守军不战自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